把你看見 作詞曲宮 安朗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在晕倒了 是他帮你爆炸的 也是他把你背回来的 他 是谁啊 他现在没连接你 他在哪儿 你真的要见他吗 我带你去 哥 你不是有话要跟安娜说吗 林志军 林志军你现在都不敢转过来看我一眼是吗 对不起 当初你在船上给我打那个电话 就像是最后一个了是吗 对 所以你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上市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你转过来啊 林志军你转过来 林志军你转过来 懦夫 你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你知道吗 不仅是个懦夫你还是个骗子 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的感情 好 你不转过干什么 行 都是我杀 我死找的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 真正结束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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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看 最后一处的带子 我去看你 好 我来说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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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怎么拉 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林律律 李律律 你选择的是死 你干嘛不真的去死啊 我去死吧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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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会长 我见到少爷了 也把您的话带到了 少爷说他过一阵子就回来 嗯 那就好 我要不要再派人盯着他 不用了 他既然陷了身 就没有理由再躲着我 我相信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的用心良苦 是 今天我到处找你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你看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你是学美术的 我觉得你应该会感兴趣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画都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都是真实和虚拟的结合 你看这个骑自行车的姐弟 自行车是真的 姐弟是假的 是画上的 真真假假的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个道理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其实有很多真假 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 你以为是真的 其实是假的 可你以为是假的 它有真实的存在 我们得接受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 这个世界的真相 人们常说 人生如戏 喜怒哀乐 微欢离火 每一天都在上面 也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只不过今天 它发生了在你的身上 安娜 跟你说这些 其实是想让你明白 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很多痛苦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人们总是容易陷入自己的痛 无法自由 可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是幸运的 虽然林志军伤害了你 但他至少 让你看清楚的 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还有很多爱你的亲人和朋友 你真的没必要 为了这样一个人渣 放弃你的整个人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你平凡 明天回家了 回家 不会再让你爸妈担心了吧 不会了 那他们如果问起来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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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 就不想提起来 雄艳 你恨不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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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恨你自己 成了你的帮凶 对不起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告诉他真相 我已经伤害了他 我不能再去伤害他 这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要说了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对不起 好 姐 你回来了 大姨 我姐回来了 没事吧 李总 周老师 你还知道回来啊 事办完了我就回来了 不然我还住在哪儿啊 你手怎么了 没事 舒芝华的 我看看 破了吗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是稀有血型 比熊猫还稀有 上次出这么大事 你要再出点什么事 怎么办呢 我不都说了没事吗 这不还有大夫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这个情况 就别回你那个小出租屋了 好好给我在家里待着 行了 知道了 Blind 下帖 谢谢你啊 应该呀 周老师 您不用担心 安娜的手没什么大碍 语双 带多多回屋 走 我房间睡觉去 走走走 怎么样 打听清楚了吗 林志军已经死了 确定 徐秋妍给我们看了 他的死亡通知书 那这个马来女人呢 身份搞清楚了吗 确实是林志军的气色 真够奇怪的 你说她老婆又这么游着她 在中国鬼混 长时间不回去 他们夫妻俩的感情 已经破了她的嘴巴 她这次出事 也是为了回去跟她离婚 余总 没什么事 我先 回去吧 谢谢你啊 对了 余总 陆老师 你们 就别在安娜面前 再提林志军了 免得她再受刺激 知道 谢谢 快点 林志军 你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 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懦夫 你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你知道吗 不仅是个懦夫 你还是个骗子 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的感情 都是我杀 我死找的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 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她早就牵好了血 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永远 我的心就偏上你那遍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再 Ś В thu his m 我一 even 我一 problèmes 我们的心就偏上你那天 我要我们 一切到永远 四 Greg 也像太 Sé 下次我也几天不来上班 来了之后呢 我也换个造型 让你们都瞧瞧 安娜 你这是不是假发套啊 不是 自己头发 不好吗 就感觉颜色有点跳 不太像你平时的风格 平时有什么风格 没事 其实也挺好的 你们说这卢安娜是不是就谈新男朋友了 不会吧 又在这儿聊八卦呢 又好像干活儿 哥呀 我们这期杂志的销量怎么样啊 拜托 我是文字编辑 又不是销售部的 你不是去印刷厂了吗 咱们这次印数是增加了也减少了 增加 想什么呢你 哥呀 这安娜怎么了 安娜来上班了吗 你看呀 姐妈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好 照片发没告诉你啊 没有啊 你这 头发 假发吗 这不是假发 财染的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但你这太夸张了 不适合你 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奶奶灰 是不是很有3D的感觉 挺3D的 我真看不明白 你不行了 你退了 你这趟马来西亚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没有 林志军还是没有消息啊 有啊 她已经死了 啊 确切吗 对啊 赵平方已经看过她的死亡证明书了 在哪儿啊 她老婆那儿 就那女的啊 那女的真是她老婆呀 对啊 赵平凡已经看过她结婚证了 这 林志军还真是有过结婚史的人啊 你别忙活了 我问你 好了 好了 我不想说这个事了 你去问赵平凡吧 林志军真的死了 你别撤 你帮我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就跟许邱嫣说的一样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 怎么还问安娜呢 都陪陪她吧 觉得这件事吧 特别地奇怪 对了 安娜把头发全给染了 染了一个特别夸张的颜色 一头白 不是那颜色好像 叫什么奶奶灰 奶奶灰 那她那么长头发全染了 她剪短了你不知道吗 剪到这儿了 那么短 哥呀 你先说 我 我说什么 上个月 我们杂志的销量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难道你不该说点什么吗 莫总 销量下滑呢 我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我认真写稿 也按时交稿了 再说 咱们杂志社还有其他部门呢 哥呀说得对 我们杂志社还有其他的部门 你们也应该各输己见 谈谈怎么去看待 销量下滑的问题 怎么样去扭转这个颓势 不用看着哥呀 他没有出卖你们 他是给你们敲警钟 虽然我们的杂志社不大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杂志销量下滑 在座的每一位 都逃脱不了干系 洛安娜 几天不见 你这个发型是怎么回事 陶 你不是鼓励我们标新立异吗 你不是说 我们不仅要思想前卫 打扮也要前卫吗 我这可是按照您的指引 把头发剪成这样的 谢谢 我非常赞同洛安娜的做法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 我们是一个前卫的杂志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员工 都向洛安娜学习 能够大胆地尝试去改变自己 你们的头发该染的染 该烫的烫 创造出一个青春活跃 时尚的气氛 安娜 那在家吃饭呢 把头套摘了吧 你也不难受 就是 大姨 这不是头套 这是我姐自己头发 你别逗大姨了啊 神经病才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呢 跟老太太似的 大姨 你不懂 现在流行这个颜色呢 这叫奶奶灰 不信问我姐 就你多嘴 这不是头套 来来来 都来了 哎 怎么了 不好吃啊 哎 对嘛 你看这颜色 好看吧 这什么呢 我姐头发啊 卫安娜 你真把自己头发染成这颜色了 啊 嗯 大姨 好看 好看什么呀 他这点好看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说你想干什么呀你 啊 你偷偷地跑到国外去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今天把头发染成这个颜色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挑战我底线啊 我说卫安娜 你可是太过分了啊 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你把头发染成那样 你是想让人家看我们家笑话啊 你是想成心气我啊 没有 爸 我今天早上去剪头发的时候 理发师说好看 我跟你说啊 明天 你把头发给我染回来 马上 哎 老陆 老陆你别生气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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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陆 没事吧 你看看你把你爸给气的 我看上去 哎呀 真的是太气人了 他怎么变得越来越不懂事了 哎呀 这也怪我啊 白干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了 把自己女儿教育成什么样啊 太过分了 哎 你说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啊 幸亏那个姓林的不在了 要俩人真的结婚了 指不得变成什么样呢 他明天头发药还是这个颜色 我就不许他进这家门 这我同意 嗯 听说这叫奶奶灰是吗 嗯 你喜欢吗 挺好看的啊 我喜欢 咱们喜欢点别的行吗 你妈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爸 就因为你这个发型 气得差点心脏病的发 咱握着这几个头发 反不上吧 我染什么颜色 是我的自由 是 是你的自由 但你也得顾及他人的感受啊 我知道 你换发型 是想换个心情 肯定有没有想过 你越是刻意地改变 越是不利于你忘掉过去 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就是想说 忘掉过去没那么容易 你没必要刻意为难自己 更没必要为难别人 顺其自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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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安娜就在大海的那边 我没有在想她 我在想妈妈 她最后一眼 也没有睁开眼睛看我一下 你知道妈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是什么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幸福 她很担心你 担心你为了她的病 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也担心你为了她 欺骗像安娜这样 爱着你的女孩 认识安娜是个巧合 她的血液和妈妈完全一致 也是巧合 哥 我真的不理解你的行为 你们是相爱的 你为什么要离开她呢 这一点都不像呢 你伤害了她 这样才是对她负责而认的 说再见应该是最好的 才能保证 一个幸福的未来 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没有啊 你有 真没有 别多想 真没有什么 你现在可以不告诉我 但我会知道的 我真没想过 我真的不便宜 你真的不信 我真的不信 你没睡啊 我在看你呢 看什么呢 就是看不够你 讨厌 好了啊 你怎么办 哥 你怎麼了 沒事 我沒事 你怎麼了 沒事 我沒事 哥 昨天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 我聽你的聲音好像摔倒了 昨天上了個廁所 沒開燈 差點摔倒 可是聽動靜可不是摔倒的意思 就 沒開燈嗎 快吃吧 你手怎麼了 沒事吧 就磕著了 你這都是磕的 快吃吧 你這兩天狀態都不是特別好 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怎麼了 沒事吧 別擔心 沒事 我怎麼可能不擔心你啊 哥 你帶我去醫院好不好 去什麼醫院 我吃完了 等一下 不行 你一定要跟我去醫院 你別瞎猜了 我的身體我自己有數 這幾天沒有休息好 有點累而已 你說的是真的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你就是個騙人高手 什麼事你不敢騙 你為什麼讓我去中國找陸安娜 那只是讓你說了幾次謊話而已嘛 也只是為了 讓安娜斷了找我的念頭 舅員 我是學醫的 我的身體我自己有數 放心吧 我去睡覺了 你如何歸你 好 你也都要看看 我去睡覺了 你不是嗎 你可能會問你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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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头发的颜色 我染回去了呀 我们这都跟你学呢 你怎么染回去了呀 你这个也挺好看的呀 莱娜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我昨天回家 我爸看到我染的头发 差点心脏病都气出来了 我妈说 我要是再不染回去 她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 可是大家都染了 你却 我看她多数都没染吧 行了 不讨论头发了 现在开会吧 我先说说公司的境况 策划部 找不到像样的方案 宣发部 写不出掉人胃口的广告语 广告部 招不到固定的客户 文学部 写不出夺人眼球的文章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销量还会下滑 到时候 你们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吧 罗安娜 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 没什么看法 你让我干嘛就干嘛呗 真的吗 好 我要让你把自己的经意 写成报道文学 在我们的看物上连载 行吗 我不会写 我会找人替你写 我没什么好说的 陆安娜 不要那么固执行不行 人的每一段经历都是财富 你的爱情经历 是很多人可遇不可求的 我找人替你写 就等于给你写了一个回忆录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莫总 您结过三次婚 离过三次婚 三次上法庭 三次打官司 三次都输了 你为什么不写你自己呢 阿娜 阿娜 你刚才疯了吧 竟然敢这么跟女魔头说话 你还想不想干我 我无所谓啊 你不怕她开了你吗 我才不怕呢 她还给那点工资 我还指望她养活我养 有个性又硬核 就是不一样啊 要是患者是我 打死也不敢跟女魔头这么说 不怕 格雅 你骨子什么时候变这么软了 别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格雅 格雅 我叫你去她办公室 你现在 莫总 您找我啊 坐吧 我有事要问你 你跟杜安娜是发小事吗 我们是高中同学 所以你很了解她是吗 还算了解吧 我想让你把她跟那个外国人的故事写下来 这个不行 人家没同意吧 你听我说 还是你先听我说 这种事我真的干不了 莫总你也知道 安娜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她知道是我写的 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我们只是借鉴内容 并没有真实的署名 再说了 用她的名字也不值钱啊 莫总 你还是别着我写了吧 安娜知道了 肯定跟我急 我还真得让你写 别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过程 只有你了解 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一些虚拟的情景 或者把它写成一种 记事性的东西 让读者信以为真 再加上一些刺激的那种 莫总 这个事我真的干不了 安娜要是知道了的话 不用证明 她是不会知道的 除非你让她知道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你会不会为了公司的存活 而接下这个活呢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会喜欢这样的故事 也许你写完了以后 你还会红呢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让你考虑一下 我希望 你能够珍惜现在的机会 珍惜你的工作 你知道吗 现在在外面找一份工作 有多难 安娜 我今天有话想跟你说 啊 说 我 夏琳同志 你怎么了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 说什么呀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不行回头再说 不 这个话其实很重要 我 他还关系到我的做人 也关系到 我们未来能不能幸福 安娜 我告诉你这些 你答应我不要不高兴啊 林志军 林志军 你是不是要 安娜 我 您好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我 你快说 算了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 你必须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实话实说 你今天怎么想 你就怎么说 还是改天吧 还是改天吧 我改天 再找个好的机会 全都跟你说 好不好 林志军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这句话就这么难说出口吗 好 好 那我说了 安娜 经过我深重的考虑 安娜我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我愿意 这里虽然没有玫瑰 烛光 还有小夜曲 但是志军 我想跟你说 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跟我说 你会 约束我 你 不说这个意思吗 被你看出来了 对不起我 没准备戒指 没关系 等到婚礼上的时候 才给我戴上 原来 你那天不是要跟我求婚 你是想让我给你妈妈献血 对吗 我太傻了 来 可以 IRS 5 1 3 3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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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来呀 四个六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 跳舞啊 你放开 就喜欢你这有劲啊 干什么 快 快 兄弟 快走 安娜 快走 接住 别动 打人家走声 接住 怎么着打人家走声啊 给我放开 放手 放手 你是在打人家干什么 快 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病 血液出现了病变 你是因为这个病 才离开卢安娜的 少爷回来了 你结婚的事 我在这边找个门当户对的 大人之间感情的事 你就不要顾问了 我生病了 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少爷病了 人多了不好控制 你的眼睛 放映天晴 倒映我和你 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别不怀疑 我们的心 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 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再见 爱情 会一直远 我们的心 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 自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我变成你的天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才是唯一期限 永远 希望我们一起 את nadzie肴 我一起 revolution 念 和我们一起 我一起想念 交通情 言后我们一起想念